中醫 中醫源自於對人的關懷 不管是繁華的都市裡 或是靜謐的巷弄中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中醫 中醫史上有不少精通養生 專長於氣功導引的醫家 他們除了寫下了傳奇的人生故事外 也為後世留下了不少的養生智慧 南北朝時期的桃紅錦就是其中的一位 桃紅錦的著作甚多 包括了《本草經集著》 《養性延命錄》等 在醫學 藥學 以及養生學上 都有著偉大的貢獻 今天的節目就要為您介紹這位 有著三宗宰相之稱的醫家 我是中醫師李昌迪 中醫其實很簡單 邀請您跟我一起 用更貼近生活的方式 來走進中醫 認識中醫 桃紅錦出身官患之家 自幼聰明絕倫又好學 十歲時研讀了葛紅的《神仙傳》 從此對養生產生了極大的興趣 並且立志學醫助人 桃紅錦學父武居 二十歲時被推薦為廚王嗜毒 後來還擔任左衛殿中將軍等官職 不過他並不留戀官場生活 大約三十七歲左右就器官隱居於茅山 梁武帝聽聞桃紅錦是個人才 想禮聘他出山 但桃紅錦卻只想過著 咸吟野鶴般的生活 不想再度圍觀 不過梁武帝還是很看重他的才能 每當朝廷有大事發生時 一定會派專使到山中請教他 因此桃紅錦又有山中宰相的美名 桃紅錦鍾情於醫學 除了養生術之外 也花了不少時間研究及整理本草學 他的著作《本草荊棘集著》 為後世藥學做出偉大貢獻 可說是劃時代的著作 你在看我嗎 你可以再靠近一點 沒關係你可以再靠近一點 我想看中醫的觀眾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過去我們的節目主持人 都是一些氣質清新的女中醫師 但今天怎麼會有一個這麼陽剛的開場 其實女醫師們都主持得非常好 但是我個人覺得 男醫師也是可以主持得非常專業的喔 而且我們中醫最講究的就是陰陽平衡 當然應該要有男醫師進來Balance一下 所以今天就由我來接下了男主持人的第一棒 為了可以經國不讓虛眉 不對不對 是虛眉不讓經國 我今天會好好地表現 剛好這一集的主角是精通於氣功導引的桃紅錦 而我個人也練習了核氣道很多年了 對於這些養生健體之術也是很有研究的喔 桃紅錦他留下了許多的養生智慧 其中最特別的 莫過於他他記錄在養性嚴命錄中的六字訣 六字訣屬於一種導引養生法 他透過呼吸吐納的方式就可以達到養生的效果 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我們今天在現場就有三位武術高手 而我們就要趁這個機會呢 來向他們請教一下 呼氣 皮肝 莊老師您好 老師您的氣色真的非常好耶 是不是有在練養生工的人 他的氣色都會特別的好 練養生工可以增強你的氣血循環 強萬的筋骨對身體有絕對的好處 老師我今天就是來特別跟您請教六字訣的練法 六字訣的練法很簡單 我們一般就是以 吸吸 喝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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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吸 六個可行進動你的內臟 然後把你體內的毒素排斥 對身體就產生養生的效果 在明朝以前 我們的六祖節 都是以靜宮不出聲為止 但是經過好幾百年的元戀 變成先出聲 後不出聲 比較好 因為一個出血者 因為怕你的嘴型弄錯了 產生悲泣 產生受傷不好 那如果最好是在以 動工配合你的六祖節 這樣會產生更大的養生效果 那麼我們想要請老師您 還為我們示範一下六祖節的練法 六祖節第一次西祖節 來慢慢吸氣 吐氣 第二次 喝字節 吸氣 吐氣 吐氣 小嘴內歌 吸氣 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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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h 吐氣 減氣 習慶氣 吃氣 減氣 黑鼻 sun 拐氣 吐氣 吐氣 在年 IO 松左胯 沉马步吸气 呼气 松 第四是 四字节 吸气 呼气 第五是 吹字节 吸气 呼气 第六是 吹字节 吸气 悬 开始呼气 收功纳气 收腿 进行 我们的六字节 其实是一种 常洗吐气之法 它可以透过 呼吸导引的方式 来调和我们的经络 还有脏腑之气 不要小看这六个字 它们每一个字 都有不同的作用 在桃红井的 养性严密录中 就有提到 食寒可吹 食温可忽 委屈致病 吹以去热 呼以去风 吸以去烦 喝以下气 虚以善致 刺以解极 这个意思是说 受寒的时候 要用吹 而身体有热的时候 则要用呼 清烦的时候 要用吸 气腻的时候 则应该选用喝 当有痰灼 或是气质的时候 要用虚 而在身体感觉到疲乏 时候则是要用四 这是用六字节 来养生或致病的 基本概念 今天非常谢谢庄老师 带我们练习六字节的部分 大家回去要多多的练习 桃红井除了以养生素文明 对中医的本草学发展 也有承先起后的地位 神龙本草精 是东汉之前药物的一些总结 那它总共收入有365种药物 但是在桃红井编转的神龙本草精 极柱当中 除了把之前的书本作整理和修订之外 它还把内容 扩充到了730种的药物 例如说我们现在常用的中药 勺药来说 在神龙本草精当中 它是没有分白勺和赤勺的 但是在神龙本草精极柱当中 它就把它区分为白勺和赤勺 而且它里面有提到说 在白山 蒋山 茅山的是最好的 所以它也是有点出了道地的药材 也就是哪一个地区 它产的药材的药效 是比较好的一个概念 本草精极柱最大的创举 则是它改进了药品的分类法 神龙本草精当中 它是有把它分类为 上品 中品和下品 那上品就是无毒 久服 不会伤身 就像我们现在常用的 例如茯苓 杜仲 甘草等等 那像中品的话 有可能是有毒 也可能是没有毒 那就是要谨慎的使用 那例如现在的麦门冬 防风 无珠鱼 那如果是下品的话 大多都是有毒的 基本上就是建议不要常用 像八豆 大黄 大吉等等 但在神龙本草精极柱当中 则是把玉石 草木 红瘦 果 菜 米石 有名味用分成七品 就是把原本的三品再增加到七品 这就是成为了古代中药学的 分类的一个标准 那在未来唐代的新修本草 离石针的本草纲木 也都是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面建构起来的 桃红锦精通医学及药理 常济世救人 却又淡薄名利 医德及医术兼具 因此备受后世景仰 人体的脊椎是由33块骨头所构成 它的主要功能除了支撑我们的身体之外 还可以保护我们的脊椎神经 而我们的脊椎神经 对我们肢体的运动 还有生理技能的调控 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以中医的角度来说 脊椎相当于督脉的部分 而督脉是六条羊精所汇总之处 所以与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近来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他收治了一名患者 就是因为脊椎的损伤 导致了他的健康 在很多地方都有了影响 所幸在中西医的联合治疗之下 他的健康情形已经大为好转了 今天中西医怎么说单元 就要带领大家来认识这个案例 61岁的张先生 两个月前因为车祸导致脊椎受损 不但影响到四肢的活动力 身体的疼痛也造成他身心极度的不适 是稍微有碰巧 但比身体有更好 因为身体很重 晚上睡觉这边会觉得很紧 晚上现在松很多 松很多 脚还会抽吗 不会抽了 你放松 我检查一下 脚现在没有很紧 所以现在整个都有持续改善 张力没那么强 越来越好 这样吃好 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在收治了张先生住院之后 随即启动了中西医核诊的模式 以西医的治疗为主 再加上中医的辅助 让张先生的病情得到了最佳的疗效 他就是颈髓损伤嘛 所以他的受伤的位置的关系 所以他的脚的肌力是比手好 手部分就有些无力的状况 基本上全身的所有的系统 都会受到几个损伤所影响 那以这个病患本身 他比较明显的是他的大小便 就常会消化到系统跟泌尿系统 会有一些感觉异常的障碍 所以就看他未来恢复的可能性跟情况 以他来说 这个病人他的状况他是可以符合 就是中医治疗的一些条件 那所以没有会诊中医 请中医来帮忙一起治疗这个患者 中医部的许瑞杰医师 评估过张先生的情况后 认为针灸可以有效的改善状况 因此针对病患的病情 设计了一系列的疗程 脊椎是属于督脉 所以他督脉在外地撞击之下受伤 所以督脉这个部分就是筋脉会受损 会影响到四肢的力量 那我们就取比如像督脉的后顶穴 那另外就是后膝穴通督脉的 那其他还有像处理督脉脉的问题 我们会有时候从补干肾的角度来处理 所以我选择像圣关穴去补肾、填筋 那还有像三胰胶 它还可以补皮之外 它又补到肝肾的那个阴血 那另外还有太创去补肝之血 类似这样的配血方式来加强 这样子 有好的睡眠才能提升体力 帮助身体早点康复 因此许瑞杰医师也针对这方面加强针灸 他在我们医院大概住了一个月 那当时有帮他用那个神庭、印堂这样的正经的穴位 另外有扎董事里面的上白 还有像中白这样的穴位去想办法缓解他 下肢脏力过大这样的状况 就我们一天一天慢慢在恢复中心 拯救最大改善了 像是睡眠跟上大这方面 一开始来的时候他肛门脏力会很大 很大的时候他有想解便 但是那个便便就会解不出来 我帮他扎了那个胃经的清除穴 让他促进他肠子蠕动 再来就是小便的部分 因为他现在还是插了导尿管 那我希望他能够早点可以把导尿管拔掉 所以我每次都要帮他扎关萌穴 那希望他到时候要拔的时候 可以顺利把它拔除 脊椎受损的复原是条漫长的道路 因此术后的复健一定不能偷懒 已经有很多了吧 有啦你之前只能抬到额头 你看现在可以可以练抬到这么高了 另外一项 要练吃东西 来 手拿起来 在中西医联合治疗之下 张先生的情况逐渐好转 只要持续的治疗加上适当的照护 相信不久之后就能够完全的复原 大家都很喜欢亲力优雅的杰梗 那他五角形的外观以及非常艳丽的色彩 都非常的讨人喜欢 其实呢 杰梗呢他并不仅仅是赏心悦目而已 在中药来讲呢他能够宣发废弃 在中医临床上 杰梗也是一位驱痰止咳的药材 今天的药草小学堂 我们就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杰梗 苏东坡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 而曹卜之则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 在苏东坡失事后 曹卜之被牵连入狱 在狱中不慎感染了风寒 进而肺劳成疾 曹卜之在狱中有感而发 因此写下了 肺病恶寒忘劝愁 杰梗做汤良可握 可见北宋时 就已经常用杰梗来治病 跟杰梗有关的诗文还不止于此 南宋著名诗人王之旺的作品中 也曾出现 寄送杰梗汤一杯去烦闷 这样的句子 意思是用杰梗汤治好了身体上的疾病 病好了 连心情也舒畅了起来 杰梗在宋朝被广泛的应用 不只文人爱用它 连皇亲国妻都实心用杰梗来煮汤 例如宋仁宗 还亲自将原有的干杰汤配方 加以改良 除了原本的干草和杰梗 还添加了金戒 防风 莲桥等几位药材 命名为儒圣堂 截梗除了当成观赏花卉外 也可入药 入菜 用途广泛 截梗又可分为药用截梗 及食用截梗 中医临床所用的是药用截梗 经过去皮晒干后 才能当成药材使用 市面上可以买到新鲜的食用截梗 虽然没有药用价值 但营养成分也是非常的高 杰梗除了叫杰梗之外 还有别名又叫做铃铛花 还有包袱花 那它主要是身材在中国 韩国还有日本 那它的叶子呢 有丰富的维他命B 还有C 所以在中国的话 会用它的叶子来做咸菜 又叫做狗饱咸菜 那在韩国的话 会用它来做泡菜 那它的花呢 也可以当食用花哦 它可以加在饮料 还有沙拉里面 甚至可以加在奶油里面 可以增加奶油的香气 截梗的入药最早记载于 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 可见中医很早就用截梗来治疗疾病 临床上截梗常跟截表药物一起合用 来治疗外感等疾病 截梗的性味是苦心皮 那是入肺筋 它的作用是宣肺止咳和排浓 那像张仲敬有提到的截梗汤 就是截梗加上甘草 那最主要是治疗咽痛 咳嗽有痰 伴随喘的一个症状 那在风寒感冒的时候 我们会使用性疏散 那都是截梗搭配紫酥和杏仁 那在风热感冒的时候 会用到的桑菊饮 就是截梗搭配桑叶菊花和杏仁 那截梗搭配不同的药物 那就可以治疗寒症 也可以治疗热症 截梗虽然有丰富的营养 及药用价值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服用 使用前还是应该留意禁忌 截梗可以治疗咳嗽 但是在咳血 呕吐 嗆咳的时候 就不宜服用截梗 那因为服用截梗的时候 会有轻微的恶心感 所以有胃溃疡的患者的话 也要小心使用截梗 近年来呢 台湾由于空气污染非常严重 对于大家的肺部的健康 都有很不好的影响 今天呢 我就要教大家如何使用截梗 来冲泡出一壶 既简单又养生的茶饮 我们需要准备材料有这些 包含了截梗5克 甘草5克 以及少许的绿茶 那绿茶也可以使用茶包来代替 我们只要将以上的材料 全部加入其中 再倒入300cc的滚水 这样子在焖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 就可以直接进行饮用 结梗加上甘草 就是中医传统的甘结汤 它可以有疏风散热的作用 对于治疗咽喉肿痛 有很好的效果 而绿茶具有额茶素 它可以抗氧化跟抗发炎 因此这是一款 对于健康非常有益的茶饮 今天的看中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